彰化县警局一名原警 前年悟性网络投资 遭到诈骗数百万元 后来竟然加入诈骗集团 除了提供账户 还担任取款车手 共有九名受害者 被诈骗的金额共有148万多元 而这名原警除了被寄两大过敏值 也被判刑两年九个月 他就是曾经任职在彰化县警局 交通警察队的图性原警 执法者居然成为诈骗集团的成员 不仅提供账户 还担任取款车手并从中获利 彰化地院上个月25号一审 将证明图性原警 一九个诈欺取材罪 判处应该执行两年九个月徒刑 那却仍然参与这样的一个犯行 犯罪事实来看 是有指出他有这个 本人有去转账跟提领现金 判决书指出 2022年他因为投资虚拟货币 被诈骗数百万 后来不仅加入诈骗集团 提供四个账号作为人头账户 还担任车手取款 一共有九名被害人 招诈进了148万多元 而图性原警却只获得 一万七千元的报酬就被查获 检方侦查期间 图性原警还否认犯刑 宣称是账户被警示才知道 但其实自己就参与其中 听到这个讯息 我们都觉得很讶异 都已经当警察都快退休了 才会犯这样大的错误 很害怕 怎么说 人民保姆就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彰化地缘审理后 考量他与六名被害人达成和解 以诈骑取材等罪 判他一年两个月 到一年七个月不等的徒刑 合并因执行两年九个月 而彰化警方也以声明表示 除了将图性原警 以两大过免职 也会加强落实考核 以及加强法治观念 记得林健身彭焕群 彰化报道